想成功做人 你愿意戒卵怀孕吗 开业妇产科医师蔡丰博统计 去年10月到今年6月 该诊所收治18个45岁至53岁不孕女性 才戒卵做试管疗程 结果有15人怀孕 怀孕率达8成3 对照国建署2013年统计 使用自卵的高龄不孕疗程 怀孕率仅约1成1 就经济效益跟达成当妈妈的时间 我非常强烈建议 戒卵可能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做法 现年48岁张太太 曾因坚持要用自卵做试管 5年内砸超过200万元 尝试10次疗程都失败 直到两年前才戒卵生下双胞胎 对许多求职者 希望能用自己的卵生孩子 蔡丰博说 一名戒卵而成功求职者 曾经这样说过 这个孩子跟我相比 血乳交融设备业 从我的子宫蹦出来 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孩子 到底是谁的孩子 国人的观念里面会觉得说 既然生子不使用到自己的卵 就好像不是自己生自己的小孩 那这个观念 可能也需要大家多多改变 生活中心台北报道